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市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此时提党媒信党另有引擎 2月19号习近平在视察了人民日报 新华社和央视这三大党媒之后 提出了党媒信党的这个说法 引起众说纷纭 那么党媒嘛是党的喉舌 党媒信党实际上并不奇怪 那我觉得此时习近平强调党媒信党 是话中有话另有引擎 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我觉得哈 这个中共历来是靠枪杆子逼杆子来进行统治 那么习近平现在进行的反腐打僵 是利用现有的这个体制来进行的 所以他也只能是利用这个枪杆子逼杆子 那么在目前打僵这个关键时刻 我觉得哈习近平强调党媒信党 实际上就是要把江派刘云山 他们控制的这个舆论工具 转变为打僵的利器 也就是说呢 在进行军改这个出建成效之后 是吧 这个抓枪杆子之后 要抓笔杆子 要把这个江派现在控制的这个舆论阵地 这一块夺回来 是吧 笔杆子 枪杆子 统统对对江派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深刻的 也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意义 我们知道 中共的媒体哈 有两个基本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 就是造谣这个污蔑 是吧 这个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 和所有的对这个天瞻人 或者这个报道等等 这个当中都屡见不鲜 是吧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的作用 就是什么 就是直接参与迫害 是吧 尤其是非常典型的 在江泽民执政期间 和江泽民架空胡锦涛 这个时期 这两个时期啊 这个对民众利用媒体进行 进行直接的迫害 这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对这个法轮功 我们知道 这个江泽民一方面是在国内 国外利用媒体 大量的这个铺天盖地的 进行造谣污蔑 是吧 毒害民众 还有一方面 就是直接利用媒体 来制造假证据 假民意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 2001年当时除夕的 一个所谓天安门指纹案 其实哈 这个天安门广场 那个执勤的警察 在这个之前 是不带灭火器的 但是在除夕那天 偏偏都带上了灭火器 这就说明什么 这是预先布置和策划好的 还有一个 在这个央视当时 后来发布的 所谓的纪录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远警 中警 近警 特写 那如果你是利用 这个广场上的摄像头牌 那只有一个角度 从高到低 你不会有这个平视的 这个角度 是吧 这也说明 这个央视 这个这个片子 是制造出来 直接就是伪造出来的 一个证据 利用媒体 来进行迫害 是吧 这个实际上 后来证明就是 这个片子 就是公安部 中宣部 央视 他们联合制造出来 一个假证据 这个就是媒体的 这个直接参与 迫害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知道习近平执政以后 实际上 是这个利用反腐 这个形式来清理江派 而江派实际上 为了要逃避 这个被清算 实际上也是利用 他们所掌握的 这个宣传机器 是吧 来跟习近平进行捣乱 比方说 把习近平的讲话 是吧 进行篡改 甚至这个封杀 是吧 等等 那习近平也意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习近平也开启了一些新媒体的平台 但是呢 在目前打江的最关键的最后的时刻 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是用 这个党媒信党这个方法 是吧 把这个江派所控制的这个舆论工具夺回来 把这些东西对准江派 所以说啊 习近平提党媒信党 用这个媒体来清理江派 实际上是习近平打枪的一个战略部署 是吧 这个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得到佐证 比方说 今年2016年 这个中纪委的第一轮巡视 实际上就对准了中宣部 我们知道中宣部是中共这个 特别是江派控制整个媒体系统的一个中枢机构 另外的话 对人民日报 新华社 央视等等 这些主要媒体的这个整顿 已经早已开始 所以说呢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时候提党媒信党 实际上就是要把江派他们所控制的舆论的阵地夺回来 是吧 更加深入的集中的最后清理江派 这是他的第一层意思 党媒信党第二层意思 我觉得就是要这个清除在打江过程中所有的杂印 实际上习近平啊 是发出了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就是所有的官媒党媒 必须在打江这个问题上 统一口径 统一步调 是吧 向习近平看齐 习近平实际上是规定了一个 给媒体规定了一个新的这个纪律和新的规矩 什么规矩 就是说必须都是要集中来打江 是吧 谁违规谁处理 我觉得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引申出来的和一个暗含的意思 就是说你既然说党媒信党 那么也就是不是党媒就不信党 就不受党管 是吧 那换句话说 就是中共他没有管控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个是大家可以探讨是不是有这个 我觉得是有 是吧 最后也就是第四 也很有意思 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强调党媒信党 实际上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在打江的过程中 所利用这么一个特殊的工具 也就是借力打利 是吧 利用党媒来清算江派 那么这接踵而来的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清算了江派之后 就必然导致清算中共 为什么 因为江派跟中共是互相勾结 狼狈威艰来进行迫害的 是吧 江振明他这个迫害民众 是借助了中共的体制 中共的资源和中国的政治文化 才得以完成的 因此呢 两者的命运 两者的下场是绑在一起的 那么还有几十年以来 中国人是深受中共之害 是吧 抛击中共 现在是一股强大的民意 也是天意 而且习近平家庭 父子两代 都受到过中共的迫害 应该对中共的罪恶 是有亲身体验的 因此呢 习近平在清算了江派以后 他就必须要面临着一个 跟中共了结 这么一个选择 是吧 必须要解体中共 而且中共在国际上 是被视为红水兽兽的 是吧 像国家牢畜人人喊他 因此呢 我觉得哈 这个习近平 最后要解决中共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中共的问题 至于他如何进行选择 我觉得就是他 取决于他的决心和魄力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